畫面中穿越船翼路底下的這段寒道 陰暗恐怖 尤其牆面髒亂到處塗鴉 還掛滿蜘蛛絲 加上漏水路面長年積水 到了晚上燈光昏暗 甚至有人聚集喝酒 難怪即使是白天 連路人都不太敢經過 而機車騎士想要建議裝設監視器 同時來改善環境 不敢 不敢 因為太暗了 又很低 又潮濕 哎呀 這很暗啦 這裡又太暗了啦 路過會怕喔 會怕 現在白天也會怕啊 這裡晚上有時候會 都機機怪怪的 就停在裡面啦 對啊 路過的人都會稍微會怕 當然啦 還有人現在看我怎麼一群人 是喔 都在幹嘛 就站在中間最晚上 誰知道他們在幹嘛 所以讓你心裡會怎麼樣 我這樣會害怕喔 所以你覺得要抓 監視器 監視器我覺得要吧 對於地方反映 羅東市民代表何建東表示 當然安全水防大陸 除了有汽機車通行 更有許多運動民眾 所以攸關人身安全 因此將反映給縣府 實地會堪 針對現況來處理 經過我們傳一路 一個地下寒洞 因為很多人在這裡運動和散步 但是因為這個寒洞 在設置上喔 可能在照明啊 還是清潔上喔 造成很多民眾 對這裡參選恐慌 因為暗時很暗喔 包括日時潮濕啊 甚至牆壁都受到很多的塗鴉喔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玲採訪報導